鸡尾酒会效应是指人的一种听力选择能力 在鸡尾酒会效应下 人们会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单独的谈话之中 从而忽略所处环境中其他的声音 鸡尾酒会效应揭示了人们可以在嘈杂的环境中谈话 而不受外界环境影响 而鸡尾酒会理论则是美国传奇人物 彼得林奇担任麦哲伦公司总经理后 常在家里举行鸡尾酒会招待客人 而发现了一种很奇特的股市周期规律 作为曾经世界上最大规模基金的基金经理 彼得林奇经手的基金市值 曾经在13年内犯了29倍 在多年的投资生涯中 彼得林奇经历过股市的大起大落 在丰富的实践和经验中 他总结出了著名的鸡尾酒会理论 作为一代投资大师 彼得林奇经常应邀去发表演讲 每次在演讲完毕后的自由提问中 总有人问林奇股票的行情 或者目前的股票牛市能否继续进一步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 林奇自己总结出来的 关于股市预测的鸡尾酒会理论可谓十分精妙 鸡尾酒会理论是彼得林奇在家里举办鸡尾酒会 通过日积月累与来宾的交往闲谈中总结出来的 这种理论实际上更应该称作经验 源自生活且通俗浅显却十分有效 彼得林奇这样形容他的鸡尾酒会理论 他将股市分为四个阶段 当股票市场长期低迷时 即便股市略有上升 人们也不愿谈论股票 我称这一时期为第一阶段 在这一阶段 如果有人走过来 问我从事何种职业 而我回答说 我从事共同基金的管理工作 来人会客气地点一下头 然后扭头离去 即使他没有走 也会迅速转移话题 讲讲昨天的比赛即将到来的大选 或者干脆谈论天气 过一会儿 他就会转到牙科医生那了 问问牙银充血什么的 当有鸡尾酒会的十个人 都宁愿与牙医聊聊 牙齿保健 也不愿与管理共同基金的人 谈股票时 股市就可能涨 在第二阶段 当我向搭讪者说明我的职业后 他可能会和我聊得久一些 谈一谈股票风险等 但人们仍不愿谈论太久股票 即使此时 股市已从第一阶段上涨了15% 但也无人给予重视 到了第三阶段 股市已上涨30% 这时多数鸡尾酒会的参与者 都会围着我转 不再理睬牙医 不断会有人拉我到一边 向我询问该买什么股票 就连那位牙医 也向我提出了同类问题 参加酒会的人 几乎都在某只股票上投入了钱 并且都在兴致勃勃地议论 股市最近的状况 在第四阶段 人们又会围在我身边 这一次是他们建议我 应当买什么股票 每个人都会向我推荐三四只股票 他们或许从某个亲戚那里 获得了什么内部消息 就连牙医也开始向我推荐股票 而这时恰恰就是股市到达顶峰 即将下行的信号 纪委酒会理论 虽听起来有些荒谬 但仔细想来 确实蕴含着一些道理 也十分能代表市场的情绪 在疫情之后 一股市场接连跌破3000点 2800点 人们不再谈论股票 偶尔谈到也是骂声一片 很明显已经处于林奇所说的低阶段 这时候你敢大胆进场吗 另外 比德林奇还谈到了几种最愚蠢 最危险的投资心态 被认为是五大投资禁忌 第一季 既然它已经降了那么多 它就不可能再往下降了 比德林奇认为 股价的底线是零 零以上就都存在降的可能 第二季 黎明之前总是最黑暗的 比德林奇说 大自然如此 但股市并非如此 最黑暗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黎明即将来临 黑暗可能持续很久 同样 你也不能信奉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第三季 等它回升到十美元时 我就抛出 比德林奇认为 股票操作贵在根据情况 四季而变 守株待兔式的刻板操作 绝非制胜之道 许多人正是在自己 划定的框框里失败的 第四季 等的时间太长了 比德林奇说 十季不是有序间隔出现的 有时瞬息而来 有时则要长久等待 该等的时候 就一定要耐心地等 否则 无论买进还是卖出 都不可能选择到最好时机 第五季 我上次错过了一家公司的股票 下一家可不能再错过了 比德林奇认为 过去已经成为过去 你要注意的是 现在的事实 你只能以现在的调查结果 为依据取舍